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小熊手柜水彩视频 然后这一期呢,大家可以看到画的是一个汉子,对不对?画的是一个汉子 为什么画汉呢?这个之前也小熊也做过调查,对不对? 然后出乎意料的发现,这个看我视频的小伙伴呢,70%的是妹子,对不对?是萌妹子,对不对? 然后呢,小熊呢,也是尽量的能多画汉子,就多画汉子吧,对不对? 虽然小熊不怎么会画汉子,但是还是要随着这个大众趋向,对不对? 大众,不是大众,萌妹子想看什么? 小熊就得画点什么,对不对?要不然,要不然就嫌我太高了,对不对? 其实我是一个大暖男,对不对?我是一个大暖男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这期画这汉子呢,然后是一个,呃,坐在地上,对不对?坐在地上,然后一只手呢,拿着个剑 然后一只手呢,这么着,扶着这个,呃,腿上,还是挺萌的,对不对?挺萌的 然后这期画这个汉子呢,是这个,是一个同仁,一个同仁,什么同仁呢? 小熊玩一个叫Dota的游戏,对不对?小熊玩一个叫Dota的游戏 然后呢,这Dota里边呢,有一个角色,那个角色叫什么呢? 叫做核弹狗,不是,叫做核道狗男女里面,这个狗男 他是谁呢?就这个JUJJ啊,JUJ是什么呀?就是剑圣,就是剑圣 然后呢,我就特喜欢这个角色,为什么喜欢这个角色呢? 因为他,呃,比较特别,对不对?比较特别,我就特喜欢,我特喜欢之后呢 这不是闲的没事干吗?闲的没事干,给大家画一期嘛,给大家画一期 然后,呃,没玩过Dota的小伙伴呢?你就当是看一个拿着剑的汉子吧 呃,然后玩过Dota的小伙伴,你就当我在画这个JUJJ啊,反正就这个意思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期视频,它神奇神奇在哪呢?这期视频呢,我没有加速啊 它是一个,一倍速啊,对不对?也就是说,这期视频小伙伴们能学到很多东西 为什么能学到很多东西呢?因为这种不加速的视频呢,往往都能学到很多的事 所以说小伙伴们,你们就认真看,呃,该讲的地方呢,小伙伴会讲的,然后你们就是认真去看我怎么画的 然后,就很简单学起来,然后这一期呢,用的这个纸啊,颜料什么的,也都是,呃,性价比比较高的 比如说用这个纸呢,这期用的是这个,呃,叫什么来着,我想想,呃,康宋的这个,孟法尔,孟法尔200克的纸 不是300克,是孟法尔200克的纸,就是那个,多少钱啊?忘了是多少钱了 反正就是一本,一本里边有100张,就一本里边有100张纸啊,就那个大本啊 然后用的是那个纸,然后性价比特高,然后,然后用的这个颜料呢 这期,小伙伴又是,又是用回了这个白叶,对不对 用的是这个白叶24色,这个,呃,叫艺术夹体的,对不对 白叶24色艺术夹体,就是那个塑料合装的 然后呢,小伙伴们也是看看,然后这期,呃,小伙伴们现在在画这个 他穿了那个衣服,他穿了这个衣服呢,呃,细心小伙伴可能能看上来 这个,画这个衣服虽然看起来像是一个颜色平图下来 但实际上上面效果有很多 这效果是怎么产生的呢? 衣服就是,说白了最关键一点,就控制水量 就是,这个水彩,它,它和铅,它和铅笔画有一个共同之处 就是,铅笔画呢,是,你画的越深 呃,不是不是,越深,就是你越用力 它这个铅笔下去的这个笔触呢,就会越深 然后,越轻呢,它又会越淡 而这个水彩呢,是,你加的水越多,它又越淡 你加的水越少呢,它又越深 哎,我感觉差不多意思,对不对 哎,虽然,虽然我这说完之后 我感觉,这个,并没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并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但是,但是,多少有那么点关系 对不对 然后大家看到这个衣服上那一点一点 那个,呃,扩散痕迹是怎么出来的呢 是这个,在它没干的时候呢 这个笔上,沾上清水 一点上这些地方呢 这个,那一块颜色呢 就是自然的就是炸开那么一朵小花 懂的,炸开一朵小花 然后咸起来,感觉起来呢 也是,挺好看的 对不对,挺好看的 这个地方呢,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衣袖 这个衣袖里面呢 就它分外面和里面 这个里面这个面呢 一般呢,会是一个大的阴影的面 然后就是颜色会比较深 或者呢,它会是一个别的颜色的那种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一般这种大长袖 它里面用的那个布 就是布的颜色呢 和外面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一点效果上也要注意一下 然后呢 再往后,再往后就 再往后都挺简单了 这,这个,这个,画这种 画这种简单的画法呢 呃,它出效果是出在哪一步上呢 你想让它出效果 呃,最主要步骤就在 勾线啊,对吧 之后的勾线啊 那是最容易的效果的 一步 大家可以看到啊 现在你看着这个 这幅画没什么效果 等着一会儿呢 小熊给它勾上线啊 你们就瞬间就 哇 原来一勾线效果这么好啊 对不对 别,别觉得我是在这吹牛逼啊 对不对 别觉得我是在吹牛逼 一会儿你看你就知道了 所以说小熊啊 一定要 一定不要觉得这个画 还没画完 呃,看起来不怎么好看啊 就,就不想画的 实际上你往往 往往这个时候 你只要坚持下去 这幅画到最后效果都会 非常好 都会非常好 现在呢 勾一下这些 呃 皮肤上的阴影 比如说这个膝盖处 会有一个小阴影 然后再就是与鞋子相连的这个位置 会有一块小阴影 再就是这个手腕 因为这个后面是那个衣袖嘛 然后会给手腕产生一处小头眼 然后手指啊 哎,因为每两手指之间接触 就可能也会有点小阴影 然后再就是另一边腿的这个大腿与小腿的这个折叠处啊 它也是会有一点小阴影 对不对 然后再就是这个大腿的也会有小阴影 然后想画好这个人呢 就是这种卡 动漫动漫的动漫这种人呢 画这个阴影啊 是比较能出效果的 就比如说 呃,不说水彩吧 就比如说那些马克比的那种动漫动漫角色吧 他那个最出彩的地方 往往就在他去画的阴影位置 对不对 就是那种那种感觉吧 对不对 那种感觉 感觉非常到位 对不对 感觉对了 什么都对了 对不对 然后给他画了那个后面大旗 之后开始画这个整个人对于地面的这一块小投影吧 对不对 小投影 那这个投影呢 小腿准备用这个蓝紫色调 对不对 用这个蓝紫色调来 呃,来描绘吧 对不对 来描绘 然后 还是挺简单的 就先拿蓝色 铺一个底色 然后在他还没干的时候 点进去点紫色 然后这个紫色呢 就会自然的融进这个蓝色里 形成一种很漂亮的过渡关系 这个情节目的 这个情节目的 就是这个情节目的 这个情节目的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出效果环节了 这个人物画的差不多了呢 咱就拿起这个棕色的这个油性采线 注意是油性采线 拿这个油性采线呢 开始进行勾线 这勾线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要掌握一个力度 懂懂 要掌握一个力度 掌握一个什么力度呢 就是轻重的力度 就是你勾线不能勾的都一样粗细啊 一样深浅 你要有那种 刷刷刷 刷刷刷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我也不好形容啊 反正就是 就是让它有重有轻 有深有浅 这样才能勾出比较漂亮的线条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勾上线呢 这个效果就已经出来了 对不对 效果就已经出来了 然后画这种简单的这种 就是今天教给大家这种简单的画法呢 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勾线 最说 希望我们这个 怎么说呢 还是要多加练习吧 对不对 什么东西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成功啊 对不对 刚才看到这个勾线啊 这勾了一下这个脸 然后脖子 然后勾一下这个身上的小饰品 再勾一下衣服 就差不多能勾完了 然后勾完之后呢 整个画效果就能出来 还是挺萌的 对不对 挺萌的 对不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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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